喂,我是吴季星啊,我们来说说自由说话的好处 自由说话的好处就是说,我们可以不管欧巴马说什么 也可以不管CNWP说什么,或者管什么军购案啊,谈刺军购案啊,64亿美金或怎么样啊 随便可以说,可以不管CTV说什么东西啊,NAP可以说什么东西嘛 基本上面他们来说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容易了解 因为我常常看CNWP的记者英文,有的时候英文很清楚 有时候英文不清楚啊,你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可能不知道是干扰还是什么东西 有时候听得很清楚啊,英文说得很好啊 就是这个样子啦,我们一般说实话就是说这样 大家会看一些新闻记者,比较活泼可爱啊 现在新闻的女记者实际上都是非常活泼可爱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,跟她们照照相啊,所以说哇,她们很高兴啊 台湾的女记者呢,journalist的呢,最终上不能够太近也不能够太远 因为台湾这个关系是很复杂啊,台湾的这个媒体 因为有的女记者,我们都认识她的朋友啊,或是怎么样啊 都长期观察到她们啊,所以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啦 所以说就这样,我们要试试看会不会出版 谢谢大家